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陈毅资讯 作为陈毅莲花楼后 又一部古装武侠剧 近日官宣阵容的傅山海 无疑是目前最受关注的带播剧之一 根据相关拍摄路透的曝光 目前傅山海已经低调开拍 陈毅在完成了王全篇的拍摄后就无缝禁组 可谓是让人非常的惊喜 电视剧傅山海是一部融合了江湖 超汤 战争等诸多元素的古装武侠剧 除了本身的剧本看点非常充足外 更是有着莲花楼的班底作证 导演人海涛与编剧刘芳 都有非常娴熟的专业知识 两人再度攜手也是能最大限度的 保障剧集的质量和剧情水准 而对于陈毅来说 能在莲花楼后再度成为武侠剧的男主 并且制作班底还是自己的老熟人 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惊喜的事 更何况 通过陈香如谢莲花楼等剧的沉淀和打磨后 陈毅不论是个人演技 又或者是热度与抗剧能力 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对于剧集的影响力已然是不可同日而遇 这部 赴山海定装照的视频流出 只见陈毅一身古装搭配上经典的发术 整个人可谓是帅出了新高度 与略带几分悲凉感的莲莲花相比 可谓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 而陈毅此番曝光的新造型 也是毫无疑问地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再度提升了剧集的热度 不过赴山海目前曝光和确定的人就只有男主陈毅 相关拍摄路透也没有见到任何关于女演员的出现 该剧的女主或人是处于未知的状态 虽说赴山海是一部类似于莲花楼那样的男品武侠剧 但名义上的女主无疑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按照目前各大网友的提名 其中的古丽娜扎 陈潇 陈玉琪 梁洁 宣璐 张亚青 周也等七位小花 也是有着非常高的呼声 论颜值和实力 以上七位小花无疑都非常的强势 过往古装造型也是十分的出挑 只不过按照相关的剧情设定 赴山海女主戏份不会太高 更多是像陈兜玲在莲花楼那般是乡边女主 因此 过往都是古装剧女主的鼓励娜扎 陈玉琪 周也出演的可能性不大外 而诸如梁洁 陈潇 宣璐以及张亚青 则不论是个人的咖位 又或者是过往在剧中充当的角色 显然都很符合赴山海的选角要求 梁洁 宣璐 张亚青等人不仅都是公认的古风美女 而且还都有一定古装武侠剧的经验 在打戏上的表现也会十分的优秀 不论是从角色适配度 又或者是与诚意的CP感来说 不论是谁来出演女主 或都将是非常合适的选择 当然了 究竟赴山海的女主由谁来出演 余下的阵容又是如何 我们也只能等待后续的官方消息 但随着剧集的正式开拍 后续剧方必定会有非常多物料的发布 这些谜团也是很快就会被揭开 以诚意的人气和扛剧能力 再加上出色的剧本 赴山海后续若还能有着更多实力派演员的加入 那整部剧未来的前景已然是非常的优秀 甚至是有望成为又一股装武侠王炸 对此 大家是怎么看呢 欢迎私信留言 我们一起交流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诚意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 请不吝点赞